最后我们来讲动态散步图 因为刚刚这几张图 那个报告你都一定要会写 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展到动态散步图 动态散步图因为 我们做散步图一定要两个数值 可是我这边没有两个数值 对吧 所以我就来思考一件事情 我希望说那个时间的推移 用时间的推移来去看看什么 看进口需求的改变 反正这句话你应该也听不懂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有完整的疫情 就是从2011年 疫情到2022年2月 每个月的新增确诊人数 假设我有这个资料 而且每个月就是一笔资料 我就有那个值了 我就可以去做疫情与进口需求的关系 听得懂 听得懂 可是因为反正我两边资料都是不齐全的 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说 其实这边我只能换一个方式 我们来去看 在时间的变化上面 疫情期间到底 它就是进口需求的变化 我来画这张图 所以我的X轴是什么 时间 所以我把这个民国年 透过数据资料清理 来去改成数值 我都帮你们做好了 听得懂 就是说 一定要两个数值 我才能画散布图 好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请点 视觉效果里面的散布图 散布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去 我的 请问我们主要是要看那个国家 听得懂吗 主要进口依赖国家分析 那也就是说我们来去看国家的那个 在 时间的一个连续时间的改变中 进口需求的变化 所以我的 我的X轴是时间 然后Y轴是进口需求 好 那 那我的 那个X呢 就是 国家 然后 接下来呢 我的 横轴 横轴是 民国年 民国年 然后 然后 我的 纵轴 是 是这个 是 直 可以吗 好 假设这边有100个国家 每一个点都画在这个地方 可以了解 但是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我觉得不好 对不对 例如说好了 这个点代表什么意思 中国大陆 可以吗 中国大陆 然后 这个点代表 日本 这个点代表的是 那个 新 南将18国 好 一此类推 其实我这边 民国年 我特意 他这边预设就是用相加种的概念 好 也就是 赢讲的时间 赢讲的时间 其实是很长的 那我们现在 我想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 每一个 每一个国家 用不同的颜色 所以呢 直接把这个 这边 直 里面的国家 直接拖曳 拖曳到下面 拖曳到下面 小心 因为我的比例 所以我只能先把它关掉 然后 请把国家 拖 拖曳到 土利 土利 他用不同的颜色呈现了 请注意 这个值 不要放东西 可以吗 好 请问做完了吗 接下来我要让他动 因为我想要看那个时间的推移 时间的推移 所以他在这边只有散布图 只有散布图有播放轴 有看到吗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进口日期二 拖曳到播放轴 进口日期二 然后请把进口日期二 拖曳到这个进口日期二 改成日期阶层 这个可以改成日期阶层 可以吗 这个 这个播放轴里面是不是有进口日期二 本来是讲进口日期二 就是日 各日 可是我不喜欢这个每一天来去比 我喜欢的是一年来去比一次 好了吗 然后接下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播放 你就可以来播放一下 喜欢这到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